最近几年经常看到美国通过把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缩使日韩和东南亚等国减少和中国贸易等方式来限制中国贸易发展 并试图把中国驱逐出国际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制裁大破其狼子野心呢 最近中国开始出手了 我们开始重新改造和创大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 把这个组织当成是我们的主场 从而更好地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这些组织就是金砖国家和善河组织 从2018年开始 美国政府就一直公开宣布并推动和中国的脱钩 前任总统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和中国断绝所有关系 则可以节省约5000亿美元的支出 而很多美国媒体也帮强表示 中美可以进行脱钩 美国可以选择不做生意 目的就是在国际贸易上孤立中国 让我们的发展之路受到严重阻碍 再加上美国国内目前存在通胀危机 经济衰退 债务危机等等严重问题 美国政客为了选票就开始甩锅 说美国之所以衰退 不是我们美国人不给力 而是中国人抢了美国的饭碗 让美国人升国更加糟糕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中国赶出国际市场 让中国成为封闭落后的国家 这样美国才会变得富强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 并且还出台各种法案 切断对中国先进技术的输出 他们不希望我们学习 美国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从而让我们只能够高价购买美国芯片 根据美国的芯片法案 包括英特尔 三星 台积电在内的 大多数全球领先的芯片企业 只能迫于政治压力接受 未来十年内 这些企业都不能够在中国 新建更加先进的芯片工厂 而就算是中国绕过美国研发的道路 也被锁死 根据美国最近几个月的游说 韩国三星 日本半导体 以及荷兰ASML光刻机 都将限制出口至中国 此外 美国还喜欢找中国的盟友 刚离间计 比如美国去年举办了一个美非峰会 一共邀请了50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 但是本来是一次大好的 分化中国和盟友的关系 但是却被美国生生搞砸了 因为美国接待这些非洲领导人的时候 没有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一对一的会晤 反而54个领导人像小学生一样 被塞进大巴里拉去会场 这是美国是傲慢的一个结果 也是美国看不起非洲的表现 所以相比中国的友好和平等 非洲国家更是坚定和中国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其实也在美国想要笼络的范围之内 特别是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 所以美国和东盟领导人也开了一个会 2022年5月12日 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华盛顿举行 根据美国外交杂志分析 由于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与之巨增 所以美国希望借这个会议和东盟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 从而阻止东盟国家向中国倾斜 为什么美国做了什么举动呢 美国宣布向东盟投资高达1.5亿美元 看清楚这是向整个东盟的投资 而不是针对某个国家 所以很显然美国依然把东南亚国家当作是要饭的 并不给他们平等的待遇 美国人自己也表示相比中国和东盟的深厚关系 这些承诺真的是苍白无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2018年至2022年 美国试图通过盟友制裁中国 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外交策略 还是和美国基本一致 日韩等国也对中国进行制裁 但是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基本盘 我们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由于制裁中国的各种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反而美国国内自身的进口商被迫承受高额税收 所以美国有点扛不住了 美国外交政策报道称 美国国家安全部问沙利文表示 美国希望降低对中国关系的风险 而不是对中国脱钩 这是拜登政府的最新努力 美国的目标是定义对中国经济 并安抚谨慎对待日益强硬的 美国立场的欧洲盟友 可以看出美国最新的态度和之前有了明显的转变 那就是不寻求和中国的经济脱钩 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表示 两国经济的完全分离是灾难性的 当然之前我们就知道 美国人怎么说的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美国的发言是否是障眼法 美国是否会真的把所说的话体现在行动上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美国这话说的不是他们不想制裁中国 也不是他们没有试过要把中国剔除出国际贸易体系 但是由于中国GDP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更和140多个国家有深刻的贸易联系 美国不付出代价就想让中国和世界脱钩 这根本不可能 而中国也开始了行动 更加努力地巩固我们的基本盘和优势 趁着美国国内经济一塌糊涂 也趁着美元霸权的衰落和逐渐瓦解 全球开始了大范围的去美元化进程 中国也乘胜追击 首先是中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 保持了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我们还出面斡旋了沙特和伊朗的外交矛盾 中国把和平带到了中东地区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逐渐削弱 而俄罗斯已经宣布放弃美元 并逐渐抛弃欧元 目前其国内承认的主要货币 就是卢布和人民币 而中国也开始主导成立自己的国际组织 5月8日 中国具有深刻影响力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 在印度阿国进行的会议 会议上我们批评了西方主导的全球机构 明确反对美国为首的单边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并且表示上海组织的成员 要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 作为第七个加入的成员国 印度表示赞同 而随着金川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 各成员国 也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 五大国家的影响力也在扩大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印度依赖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在其中分量可想而知 更何况金川国家越来越具有国际吸引力 根据南非金川事务特使的表示 现在已经有19个国家正在排队申请加入 其中有13个国家申请正式加入 还有6个国家表示要非正式加入 甚至每天都会收到加入申请 根据目前媒体透露的名单 其中有沙特、伊朗、印尼、巴基斯坦 还有委内瑞拉、墨西哥、土耳其和阿联酋 很多国家的分量和地位并不低 而大家冲着谁来呢 其实还是冲着中国 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积极推动 金川组织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生命力 而金川国家的扩容也对中国有好处 这是互利互惠的 和中国有联系的国家越多 美国想要把中国剔除出世界贸易体系 难度就越大 随着这五年中美关系的紧张和不断升级 美国方面已经有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国尽管在努力地阻挠中国进步 但是结果却是有心无力 比如美国现在虽然试图限制中国半导体 但是事实上 全球的芯片市场非常复杂 而且并不透明 中国企业几乎能够在灰色市场上购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而美国生物部并不能阻止这一切 此外 由于中国进口的第一大产品 就是美国芯片 美国半导体企业对中国舒畅的依然非常巨大 让美国企业放弃中国市场 则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中国特工版的产品被设计出来 绕过美国相关那里 前往中国销售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其实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过程 而在半导体芯片方面 最近国家也出台了新的政策 从之前的专家导向性 转为企业导向性进行发展 有利于改变过去半导体基金效率低下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半导体产业的迅速崛起 也可以期待中国通过深化和扩展金川组织 发展的越来越好